可能身邊有些朋友、長者都有經歷過白內障這個問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來白內障都有不同的程度 白內障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眼睛的徵狀體本來應該是透明的 光線很順暢地進去眼睛就可以聚焦得到 但當有白內障的時候除了我們的年紀 我們的徵狀體就會開始變得混軸 而它的混軸的時候可以在中間或側邊發生 所以在檢查的時候我們通常會放大瞳孔 從瞳孔放大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眼睛的徵狀體 中間、側邊究竟程度去到哪裡 講一下其實原來早期白內障都會影響到我們的視力 令到我們看東西沒那麼清楚之餘 令到我們的度數都有一個明顯的變化 一般我們會看到散光會多了 可能遠視或近視的朋友的度數都會有變化 所以就會令到他看東西沒以前戴眼鏡那麼清楚 很多時候又以為白內障很厲害 或者會影響到他的視力 原來早期的患者可以透過更新 他應該的眼鏡的度數去調整得到 但當然去到中後期眼鏡可能就幫不到什麼手 這些情況就可能需要做手術去把混軸的精狀體拿走 而換一個人工的精體下去 有些朋友說做完手術之後是不是看東西很清楚就不用戴眼鏡 一般我們會看到如果做完手術之後 他的視力都會大大改善 但未必是我們零度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都會有腦花 亦都會是可能有近視 會剩下一些近視去令他看近會舒服 可能做完手術的朋友 做完手術的長者 現時所謂微創的手術 一般可能幾個星期後 至一個月都會穩定下來 都可以去做一個檢查去配合適的 可能是腦花 可能是望遠的散光眼鏡 做完手術之後